大家好 今天一集也讲关于YAMAHA的混合器器 就是AG06 这一辑是第三辑来的 主要是讲关于我们如何连接一条USB线 就直接去一个手机作为Facebook直播或者录片的模式 稍后我们会介绍一下需要什么器材 需要如何去接播 就会示范给大家去看 好了,我现在准备介绍我们需要什么配件去连接手机去做录影或者Facebook直播 这里有一条很普通的USB线 就是YAMAHA的混合器器器 而我们需要准备多一条线就是这一条 大家都看到 叫做OTG线 是需要接到出放入摄录器器 这条线是用于iPhone的 大家看到了 而我正在用iPhone去直接现场收音 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探订一下或听一听 看看接下来接到后会有什么分别 一会儿再示范给大家看看如何接播 刚才说有两条线,其实很简单 这条线是直接连续手机 这个USB位置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接下来 这边另外一边是我们要接駁到Yama Mixer 它就在后面有USB位置,我们先插它 插了,现在连续手机 我现在仍然还未连续手机 我现在再插进去看看 示范一下如何做法 好,线就接駁好了 基本上我现在这部Mixer接駁了咪 现在正在收音 我也加了一些效果 这个Econizer加大了一些 推高了人声,让它突出一些 而这里我连了一个背景音乐 我一会儿会示范给大家听一下 听有什么分别 我未试之前 我又可以试一下 我加了一些delay的效果 听有什么分别 我现在就下了一个人声的delay 当大家玩夹 band 或者詹歌的时候 它可以做到一些回音的效果 或者我又试一试 再加上一个背景音乐 现在大家我想都听到 有些背景音乐出来 那些声音就看是和正话 有什么分别 现在是直接连着手机去拍摄的 其实这一辑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说 关于如何连着一条线 直接用手机 开着手机的Facebook 去玩直播 或者是用来 录片去摆上YouTube 我一会儿会示范 开了Facebook 直接去直播一个片段 但是我也要准备一个iPad 就可以看回当时的画面 一会儿就会展示给大家看看 好了 我们刚刚就插好了那些线 那条线就是USB 直接去我的iPhone手机 那个Litering的Input 现在也是开了 现在的声音可能已经回来了 我先按低这个声音 现在我开了Facebook的直播系统 大家都看到现在的画面 我已经进入了镜子 遲些我会在这个画面 Facebook那里 Capture画面出来 才放到我的片段 我也要关小声一点 大家看到的画面 Facebook画面的直播 解像度会低很多 但是大家都听到 声音那里 都很理想一下 解像度很高 或者我试试播一播一些背景音乐给你听 看看我们经过Facebook直播时 会有什么特别 或者细致的程度去到哪里 现在都听到了 背景音乐出来了 加上人声已经有两组输入 一组是麦克服输入 另一组是背景音乐输入 我现在先关掉背景音乐 我再试试一次 我再试一次 将这个麦克服输入 我再加一点效果 加了Delay效果 现在加了Delay效果 它的现场感就丰富了 我再加一些背景音乐 再加上去 那就可以出来 玩jam歌 或者去玩一些卡拉OK的模式 亦都可以配上一个input 就是给一个琴 即是一个电弓琴输入 就可以自弹自唱 现在都听到我说的声音 和一些背景声 混合了之后 你们大家都可以听到它的细致度 程度去到哪里 那我先关掉背景音乐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仍然在播放我直播的画面 直到这个情形 我先关掉效果 来到这里示范的Facebook直播 应该都结束了 我再补充一点 其实这部Mixer的USB系统 主要是给iPhone用的 我试过其他Android手机是不行的 它很简单 当你插了一条线到你的手机里 它的手机自动感应到 有条线是属于Yamaha的Mixer input进来的 它自动会和你收一个现场的声音 就将手机的麦克服就会剪掉了 好了 大家都看到刚才的示范 以及听到 经过Mixer 它收音的效果出来 解像度去到哪里 我们也不要理会 刚才Facebook直播的画面的质素 因为你始终用手机直播 它的质素是限制了 主要是我们试一试这部Mixer 去经过它的输出 进入手机直播时的效果 这一次我们示范了整部Mixer 它的功能和操作上都分析了很多 Total都用了三辑的时间 去介绍给大家看 好了 好了 今次这个Mixer我介绍完 之后我就会做一些 可能放一些影片 关于数码摄影的技巧技术 方便放上去给大家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就可以订阅我这个频道 多谢大家